111年全国中点学校运动会是历年参赛人数最多 竞赛种类最多 也是办理时间最长的一年 赛程顺利圆满落幕 27号下午在花莲台湾原住民文化馆 举行会期交接仪式 由花莲县副县长严新章 将会期交棒给2023年承办全中运的新竹县长杨文科手中 也代表111年全中运在花莲画下完美句点 花莲竹梦近在花莲111年全中运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有15个竞赛研制7月分三阶段陆续复赛 资格赛从3月初起跑历时5个多月 7月27日下午在花莲县台湾原住民文化馆 举行全中运会期交接仪式 花莲县长徐正蔚因确诊不客前往 改由副县长严新章代表出席 除了致政感谢状给支持赛事企业团体 并将会期交棒2023年承办的新竹县长杨文科手中 那因为今年4月的时候疫情的申请 不得已宣布了延赛 当下花莲县许县长还有县府的工作团队 就报纸的必办的决心 并以积极的态度去提出复办的一个计划 所以今天才能够顺利圆满 完成这样的一个监济任务 在此我要代表教育部 以及所有各县市的参赛团队 特别谢谢花莲县习县长 以及我们所有辛苦的工作团队 我们是给花莲县一个掌声鼓励 花莲好棒 今年花莲全中运共计办理22种竞赛种类 参赛人数共计18000多人 有台中市摘下120斤96赢130桶 成为本届赛事最大赢家 地主花莲县南瓜18斤20银19桶 今年公计有6项14人次改写全国记录 并有51项200人次刷新大会记录 我们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同时也要感谢这一位 一年来无时无刻 每天都心细着所有馆场的还有赛事的这位市 我想今天不难要来 但是他不客前来 就是我们花莲县的县赛习臣卫 谢谢县赛习臣卫 112年全中运事在新竹县 我在这里预祝新竹县圆满顺利成功 我想这是一个责任 也是一个荣誉 我们一定会向我们花莲县的成功的经验 成功的模式来学习 一棒接一棒 而且棒棒是强化 我们一定会把这些经验 转化成我们明年举办全中央的一个模式 会让它更发扬光大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正式宣布 我们112年全中运也正式从这一刻开始启动 我们欢迎所有的乡亲朋友 明年一定要到我们新竹来 影片回顾了花莲全中运的建制到选手晖汉过程 也邀请花莲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 带来在地特色舞蹈 新竹县同样带来新竹客家特色 人文风情鲁马 象征111年华莲全中运圆满落幕 和交接传承的精神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